希望你以后可以陪我玩 小时候啊 我们有玩子弹啊 那个玻璃弹珠啊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Cassing啊 Follow 那个也是挺好玩的啦 也是很刺激的一个游戏来的 比如说玩七十只 玩种子啦 所以海边玩沙滩都知道 我们小时候很多东西玩哦 因为我们小时候 整天好像跟我们邻居的小朋友啊 一起玩游戏咯 如果是女生的话 就比如我们最常吧 就是那种子娃娃 女生的子娃娃 给她穿裙啊 很多种这样啊 或者是 找几个铁盘 放在那个花上面 放几个树枝 我们煮菜 放几个树枝去煮菜 就是这样而已咯 沙滩头人哦 他们想要沙滩头人 他们想要沙滩头人 就可以在那边摆这些奇葩 七粒石头 然后 那个 好像船一样的 还有在学校玩的 就是那个 四个铁 然后 抢 抢来抢去 那个是在学校啦 就是蜻蜓 还有那个 铁的那个 刮米厂 嗯 嗯 最久哦 吃鸡啊 我的世界 抖银那些咯 嗯 那个 那个 toy咯 我们玩那个toy 就是说你要遮住人家 不给他挖那些咯 因为这个是一个 团队的那个 啊 游戏来的 那我也一直 比较喜欢团队这样啦 而且能够跟一盘朋友一起 出来变对手好 因为我曾经我 我挖烧过大一半 我不好曾吃到啥 我们捡到时候 布水树的 我们就挖一个大洞 把它埋起来 嗯 我印象深刻 有些就是放风筝 我们自己做的一些 啊 以前少选的lady 我们自己绑成 绑起来 放个纸袋 不拉伸 怎么样 可以自己玩的 以前我们上学之前 早上啦 我去放风筝 我在 啊 我家前面也是有马路 有水沟 而我一直放风筝 放到我忘心了 我地下水沟 哈哈 其实我印象中很深刻这一幕 打篮球 有踢球 因为之前 店里面玩咯 结果踢爱帮人们踢路去 踢到马路面咯 就没有走球 那个球被那个 车别过来 就会跑过去了 应该是不让三沟 妈妈说 玩不让三沟呢 是 书学会比较好 因为以前 没有像现在嘛 现在就是 小孩子都是拿着电话 或者是拿着iPad 我们小的时候 就是 因为家里没有钱 然后 就会这样的游戏 就是 几个姐妹这样子 的能力玩 那就 这时候就比较好过咯 爱到车很困难咯 之前有一次 我去倒车 之后 烦 电脑 之后很可怕 这个是一个我们叫Chila Wall 这个呢 是玩那个开的 然后拿出来补给你 要动一动 就是书呢 这个 我是有看过很久 不过我不是很喜欢 我觉得很幼稚 这个是青石头 这个我觉得是很青春的 然后这个是 有小学 我小学有玩弄 但是我忘了叫什么名字 这个 影响蛮整个的 因为每次在学校玩 有时候会哭 为什么呢 朋友 他们小时候 他们喜欢说 啊 你喜欢水啊 你要讲出他的名字啊 然后 我们是小学生嘛 我们哪里高校 这个是七学子 中间这个 我今天玩过来 不知道 三个这个是要 就是你抽出来 抽到什么问题的时候 你要回答个问题 嗯 这个 这个我不知道他女子 可是我知道讲完了 这个我也知道讲完了 这个我就不知道什么了 我觉得好像在每个人 拿所有的钱出去 其实 这个 这个 她叫什么 这个叫 这个我有跟他们一起玩过 去了 我也是有玩过 这个呢 就 没有 但是她比较厉害 就是她叫什么 我是认为我的孩子只会玩这第二样 和第三样 第一样他们好像没有接触过 小时候他们应该有玩过去 然后 我看过就是我妈妈跟我玩这个 这个应该会 然后 这个 我好像 感觉她有玩过 然后这个 没有咯 她要玩这个 跟这个 这个 这个 你要先上还是先下 先团战一下 上 幾下 五下 五下 给对方一个拥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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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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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